美国如期在5月10日提高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 双方谈判破局 中国13日也公布报复措施 将在6月1日起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提高10%至25%的关税 有分析指出这是中共政治局开会后最高层的集体决定 美中贸易战火重燃 中共沉默多天后13日突然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天晚上马上就对美国祭出600亿报复关税 中央社引述香港明报今天刊登的文章指出 这次会议绝对跟中美贸易谈判有关 而且对美反击是最高层的共同决定 报导给出的理由有三点 首先政治局会议通常是在每月的月底举行 但这次是在13日可谓大大提前 其次这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自美国反国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对贸易战的反应迫在眉睫 听取刘鹤汇报也是会议研究的其他事项 再者这次会议是在当天早上召开的 中国财政部网站于晚上八点公布对美征收关税的决定 官方如此安排代表这是最高层的集体决定 另外中美谈判一系倒退的导火线在于川普指控中方毁约 自由时报引述中金院WTO及RTA研究中心副执行张李纯分析 习近平很可能是因为压不住国内鹰派的政治批判压力 甚至威胁到领导声望 才逼得他宁可重启贸易战也不愿签下协议 李纯认为在川普启动关税战后 双方已无法就过去磋商结果达成共识 再加上中美两国的经济皆会受到新一轮关税的冲击 中国因出口下降产线转移等因素面临经济下滑压力 而美国失去便宜的中国进口商品也会面临通膨等经济压力 到底谁会先让步还很难说 因此6月底G20峰会川习会将是下一个观察重点